它會有一些奇怪的限制 你可以看到這邊寫個鎖影對不對 所以影像的色彩模式呢 先改一下模式 有沒有看到鎖影色 把它改成RGB 改成RGB以後呢 你就會擁有比較大的自由 影像的模式 從鎖影色改成RGB 鎖影色IndexColor它的問題點 是在於什麼 它就是為了要檔案小 所以它可能只有128個顏色 56個顏色之類的 所以這時候先把它切回來 切回來以後呢 這邊切到文字工具 因為文字工具呢其實照理說 剛輸入文字的時候應該不會出現 剛剛那個奇怪的效果 那會出現那個奇怪的效果 有可能就是因為它是 在IndexColor下面 所以我現在的答案 Cell 然後再 然後CtrlA全選 打個白色的字 這邊呢 字體呢可以自己看你要有什麼字體 別忘記可能是Arial字體 打Arial 然後這邊有個Regular 然後它的 anti-alias反句詞 我們看一下先打個勾 它這個是 就是已經放大到200 你可以看到這邊 所以Ctrl-這樣看才準 那我們這邊呢再把這個字 稍微移一下 再來是 還有什麼可以改 剛剛這裡 anti-alias好像沒什麼可以改的 打個勾 Shift 加上左方向鍵 因為可以 這邊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這個方向鍵 你可以向左向右去調整 先到這裡好了 因為我們等一下再讓它動起來 這邊呢先做一個存檔的動作 儲存檔案 那這個檔案呢 我現在儲存在我的Website Apple Apple 因為網站裡面直接放這個檔案也不對 但是我還是先放進去好了 為什麼先放進去呢 因為我覺得這樣可能等一下會比較 就是到最後再清除好了 這個其實沒有一定 On Sale 然後是PSD檔 PSD檔 生存檔 等一下再跟你講這怎麼 繼續把它做完 來吧 我們會有一點點 看不出來 所以我們先在這裡